那老師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什麼樣守面向特色的女人 是屬於不老妖精 來給郭玉琴特寫不老妖精 就是這種面向嗎 不老妖精 確實玉琴姐真的照顧得非常地好 但是除了五官照顧得很好之外 我相信心太年輕 遠比五官更重要 因為向游新生 來看一下 第一個如果你是不老妖精 你要具備的條件之一 就是第一個 你要有一個樂國相 樂國 對 樂國 樂國的相是什麼樣呢 就是你的面向要眼睛圓 而且要有神 重點是要有神 像趙薇是不是眼睛很圓 然後他的眼睛很有神 代表什麼 代表他對他自己的目標 他想要做的事 或是獲取他想要賺取的財富 事業等等的 他都很清楚 所以他不會被外界的 一些負面的情緒 或是別人的話給影響到 他會堅持到底 然後用一個很樂觀的心 走正向 所以他不被一些負面的影響的話 自然他本身的晦氣就不會多 晦氣一少 人生正面 自然就會年輕不老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的話就是動靈 動靈的面向 既然是動靈的話 動這個字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你的皮膚一定要有光澤 而且不要有彈性 要有彈性 然後不要有傷口在臉上 動就是果動的意思 你的皮膚很Q彈 當然你的保養一定要做得好 有時候女人年紀越大的時候 尤其他臉上細紋越少 然後皮膚很光澤 其實這樣的女生到老 她的心態都是最年輕的 不論男女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樣的人 而且他們非常喜歡自己有空間 甚至於一個人去旅行都沒有問題 像玉琴姐就有符合這樣的條件 皮膚非常的好 從六歲就長得跟現在一模一樣 對 所以這種動靈 就是說我們皮膚一定要有彈性 如果你的皮膚越沒有彈性的人 他是越牢獵的 而且他都是為別人作駕 常常都是付出的 像動靈的人皮膚很Q彈的 他很容易去照顧自己的生活 會找樂趣 照片其實畫得還蠻像靜純姐的 真的 很動靈 對 很動靈 所以我們都要不要太去 懶惰保養自己 所以越好命的人 是越勤於保養自己 不管是內在跟外在的修為 所以要多努力囉 好 來看一下 如果是首相有一條無憂的紋路 無憂紋喔 對 無憂無慮 長怎樣呢 就是你的智慧線 我們要藏到月球這裡 沒有錯 藏到哪裡啊 月球 就是我們的小指頭下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月球 不可能啦 我到一半就沒了 我到這裡 智慧喔 我根本就沒了 我到這裡 有有有 這樣 右手嗎 我自己本身我就有了 老師你剛好看我是不是算 你那個沒有啦 你硬凹的你是 健成姐有 真的啦 導播你快看一下好不好 我有什麼紋 無憂紋 無憂紋在這 對 無憂紋 有 我藏到這裡來有沒有 對 像這樣的人呢 其實他自己本身 無憂無慮 真的 哪裡啦 那你不是這個嗎 我不知道耶 可是我是 就是中這條 那他也可以 你有啦 有啦 我小指下放 對啊 這也有 然後這裡 就是智慧線越長 藏到這個月球的部分 代表說這樣的人 具有慈悲心 他非常有慈悲心 對啦 玉琴 因為他越長 慈悲心越好 然後他會覺得說 我覺得我今天我有能力 我一定要幫助別人 所以一個人呢 他的心地善良 然後願意給別人機會的人呢 他自然就會少了很多的計較 不愉快 所以心態自然也會年輕 所以這種智慧線越長 也代表說 他本身具足的這種姻緣 慈悲的姻緣 善良的姻緣 所以他的感染力呢 可以帶給別人快樂 相對他自己也會快樂 是 那第四個呢 就是你的首相呢 要年輕的話呢 也必須要一個好奇紋 好奇 天生如果是好奇寶寶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生命線上呢 有一條向上延伸的向上紋 就是不管你是從這邊上去 或是這邊上去都是 這三個地方 只要有一條延伸往上走的 兄弟線怎麼會有向上延伸的 有向下延伸 有這裡 怡婷姐那條就是了 這個 他們都會很努力的去學習 他覺得要跟年輕人打交道 必須要先了解年輕人的生活 所以他比較不會去移老賣老 因為有這樣的紋路的人 他覺得說 雖然我很資深 但是我不可以去 用我的資深去壓別人 因為他覺得他可以呢 要實施那個就是求心的意思 所以他求心求變啊 自然他心態年輕 所以他懂得學習 懂得學習的人呢 自然也不會被這個社會 或是被他的年齡啊 來給影響 所以呢像這四款的手面相呢 自然他天生就是不老妖精